哈喽,我是曹哥哥 我现在已经到了八朝古都开封 咱现在就去逛吃开封最有名的西施夜市 走着 这就到了呢 我看到这一排全部都是卖小吃的 这应该是走到了正门口 咱先大致扫一圈看看都有卖什么的 天呐,烤昆虫 灌汤包 杏仁茶 对 我要搞个杏仁茶喝 我再往前看看 看看有没有排队的那种 一般根据经验排队越多的越好吃 我的天呐 我计划要吃的脏酸炒凉粉 看看这个对排的 一时半会儿肯定轮不到我的 我先去买杯杏仁茶 然后边吃边排队 连烤全羊都有 超级羊肉抗磨 跟我一个性 现炸甘蔗汁 我感觉每个夜市都有现炸甘蔗汁 这是什么,这是沙锅 这是沙锅 灌汤包 哇,这是什么 这么两个大桶 哦,拉面 牛肉拉面 我都听见了 多放点菜 少放点面 小三炒凉粉 小三炒凉粉 这个也很聪明嘛 排队的人也这么多 天呐 这家杏仁茶 排队的也挺多 这家肯定好吃 但是排队的太多了 这队伍也太长了吧 都排到这里了 我算看出来了 我算看出来了 只要很火的 这几家排的人 依然还是很多 我再往前看看 我是走到夜市的另一头 我看到了华侨卷饼 买一个 大姐 树的和荤树的 荤树的里面有什么 荤树的里面有什么 哦,那我要个荤树的 哦,这是土豆泥 土豆泥 哦 土豆丝 土豆丝 这是一个酸辣包菜 酸辣包菜 这是胡萝卜丝 胡萝卜丝 这是香菇木耳鸡肉 我看我喝款鸡肉没有 要辣椒不要 少放一点 放开 这样卷一下 好像是加肉版的凉皮 哦 果凉皮 对 这是米粉 米粉 蜜汁酱 蜜汁酱 包菜也好吃 好嘞 好嘞 卷粉买上了 现在就去排队买杏仁茶 本来我还想着拿着卷粉 去排队买杏仁茶的 结果是装到盒子里的 不能手拿着吃 好像现在人少了一点 我就排到这后面 我前面排队的还有这些人 买杯杏仁茶真的太难了 我就拿着我这个条领 上面写着一茶 就是一个杏仁茶 哇 老板菜炒红薯泥呢 终于要到我了 我的天哪 一茶到我咯 这是在备料 应该是很多东西都卖完了 好 这个 这个没有oven的辣子粘稠 你动手就可以了 动嘴就可以了 我动手我还不得动嘴 行 我来两块 你叫我来个忙 我就让你上个料 我来个忙 我来个忙 这先加凉水再加杏仁粉 然后搅和搅和加热水 这应该跟葱藕粉的方式一样 加热水了 咱们你来后边拿吧 嗯 这个水一直要在火上 要保持一定的温度 要不然这个粉是冲不开的 喝点吧 好多料 一二三 十三种料 好多料 一二三 十三种料 太热了 大 借唤 对 老闆的手速很快 那 这个 对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放的那个是什么蜂蜜玫瑰 上下搅拌开 好了好了终于排上了 天呐 这炒凉粉的队也太长了吧 杏仁茶我终于排上了 但是当我一扭头的那一刻 我看对面的卖炒凉粉的那个队伍 特别长 比刚才还长的 所以我现在去找一家 队伍没有那么长的炒凉粉的店 我真的不想排队了 排队都排兔了 哇 张三炒凉粉 这家人少一点 就在这里排 先去买碗 我说你们怎么手里都有一个碗 多少辣椒 多少钱一份 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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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买杏仁茶是给个条 在这儿是给个碗 菜面写上给菜面 对它是给个条上面写着一茶 多 多 这个肯定好吃 然后再炒一下 少放一点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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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两个锅 两个锅在炒 这应该就是豆瓣酱 得着 有些汤 会不会把汤一大 vid 暖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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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不要辣椒了 少要一点 不要辣椒了 大包拿着吃 大包 我们拿着吃 以下那个渣渣肯定特别香 好嘞 凉粉 我都排队排了都快睡着了 我终于买上了 找个地方找个能坐的地方坐下来吃 因为这几家都不能坐 都没有座位 辣椒放在哪里 辣椒 辣椒药 这是放的是芹菜 这里是都放芹菜吗 我看这个擀面皮就可以 挺筋道的 看着就挺筋道 还吃光 偷偷 这下宫 是吗 就更好了 这下宫 来 马刀就已经详详了 睡吧 嗯 天悦 ľ 来 天哪我感觉我这个擀面皮好有食欲 好了终于可以开车了 我真是今天排队排的我怀疑人生 先来我的杏仁茶开开胃 杏仁茶里小料特别多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排了20分钟的队排到的杏仁茶 我数了一下一共是13种小料 当我排队排到那里的时候 闻着都是一股坚果的香味 老板娘说一定要搅拌均匀再吃 哇感觉料比这个杏仁茶要多 就是这样一口给你们吃 就是坚固的香味 然后有一点杏仁茶一点点苦 就听说吃杏仁茶可以美容 美容养颜 其实在天气冷的情况下 来上一碗杏仁茶真的特别舒服 现在就是天黑了嘛有点冷 就喝了杏仁茶很舒服很开胃 这应该是大颗的腰果 黑芝麻挺多的 多吃黑芝麻可以长头发 还有杏仁 里面有杏仁 相传这个杏仁茶是从宫里传过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当年八国联金入侵北京的时候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就在开封 就逃到了开封嘛 在开封站住了一段时间 就把杏仁茶给流传到开封了 确实是很好吃的 浓浓的煎果味 趁热吃我的炒凉粉 这就是我的炒凉粉 也是排队等来的 也排了十几分钟 我感觉上面就是锅底的那个焦焦的部位 就是这个部位嘛 我感觉这里肯定很好吃 搅和一下 里面是添加了好多豆瓣酱 哇好香啊 很浓烈的豆瓣的味道 就是豆瓣酱的味道 这一口也给你们 好烫啊 我看出锅的时候 老板会在上面撒一点葱花 提提味 凉条的凉粉就是吃到嘴里就特别的清爽 炒过的凉粉就是特别香 因为里面加了豆瓣酱 还能看到豆瓣酱里的豆子 非常的香 就那种你想象一下就是闻着那个豆瓣的香味 再结合炒凉粉 用油炒出来的炒凉粉 就是这种香味 我感觉这个东西也是冬天吃着就特别的舒服 下面结了一层的那个就好像是锅巴一样的那个东西吃到嘴里就是焦香的 但是没有糊味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就是到了开封 你一定要吃炒凉粉 你要没吃炒凉粉你就等于白来了开封 这是开封一绝 看看下面焦香焦香的 像锅巴一样 我差点就忘了我的卷粉 我的卷粉一定凉了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上面的酱都已经 已经成这样了 都已经干掉了 这怎么吃啊 这得拿筷子 这是老板说的蜜汁酱 就这么大一个卷着的 就好像果凉皮一样 但是果凉皮是用的面粉 这个卷粉是用的米粉 这么大一个4块钱 荤素的 咱先拿一口尝尝 天哪 这口口不会太大了 这个味道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上面刷的这层酱是甜的 甜咸的 而且吃的也很清爽 里面有胡萝卜丝和土豆丝 这就是荤素的里面是 肉末 肉丁和香菇 肉丁和香菇丁炒的 应该是炒过的 这样一结合的话 就是清爽的 但是又有了香菇和肉的香味 酱又是甜咸的那种 里面就是这样的 看清了吗 能看清吗 聚焦上了 里面就是这样 推荐推荐 4块钱 外面的米肠就是软软糯糯的 这样一搭配的话 还是挺好吃的 就是和想象中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要临性我的擀面皮了 所以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擀面皮里是放的 芹菜 有芹菜叶和芹菜的这个梗 一般我们吃到的就是里面是放的黄瓜丝 这就是手洗的这个面具 哇 手洗的面具就是好吃 是不是很有食欲啊 上面红红的辣椒 让这个调好之后 我这个食欲就突然就打开了 第一口也给你们先吃 哇 辣椒很香 不辣 一点也不辣 香味更突出一些 如果能吃辣的一定要多多加辣椒 手工面具确实不一样 更筋道 其实还别说 放了芹菜之后 吃了这个擀面皮 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好像你们有没有吃 吃过就是放了芹菜炒的凉皮 就是先用芹菜爆一下锅 然后再把凉皮放进去 就那个感觉 有了芹菜的香味 因为黄瓜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就是一点点的蔬菜的清香味 所以说黄瓜用什么样的调料调 它就是什么样的味道 但是芹菜不一样 芹菜有芹菜独特的它的那个香味 所以说放到这里面 确实是另一种感觉 擀面皮是我盲选的 我没想到还是很出乎我的意料 今天的每一样都很惊讶 尤其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4块钱的这个卷粉 4块钱 但是口味是 完全是你想不到的那种口味 推荐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记得点关注点赞 收藏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